內地電商平台的貨品鮑羅萬有 想不到連衛星都能買到 首批三款國產商用衛星 近日在網購平台淘寶上架 售價近乎200萬至3000萬人民幣 截至4月1日已有兩單成糕 其中一個買家是新加坡公司 衛星被拍賣後最快半年 可以發射星空和入軌運行 這些衛星由中國首間雙用衛星工廠 九天微星唐山衛星工廠生產 除了供科研機構和學校用作科研教學外 消費者亦可購買太空影相等個人化服務 航天衛星在網上平台公開發售 在全球上屬首次 最便宜的一粒1U立風星 重量不到5公斤 衛星上裝配有太空影相機 太陽能板等 主要用於教育領域 例如學校透過校園衛星測控分站 接收衛星信號 實時監測衛星載軌數據 學生還可操控衛星遙控影相等 企業負責人提及 要像生產汽車一樣生產衛星 竟然內有望將境內衛星價格下降六成 內地經濟日報評論員文章指 兩百萬起步的高昂價格 令衛星有別於一般的淘寶商品 企業選擇在淘寶上架衛星 恐怕不只是為了銷售 也不只是簡單的噱頭 從更深層次的角度來看 網購衛星或將進一步激發全體國民的航天熱情 進一步達展民營資本 步入太空的廣闊空間 從而為航天事業的發展 注入更多活力和動力 亦有輿論認為 今次拍賣亦有助於推動中國衛星技術 在商業領域的應用和發展 傳統上衛星技術主要應用於國防、科研和民用領域 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的發展 商業領域對衛星技術的需求越來越大 今次拍賣的成功 將會為中國衛星技術 在商業領域的應用和發展 提供新的契機和空間